台中市的台中港酒店在今年3月呢 有一名女子她入住的时候 她自己一个人睡一间 结果呢她睡到一半的时候 遭到柜台人员误开房间 开了门之后呢 是一大群最男走进来房间 天哪太可怕了吧 没错 而且如果是一个女生在房间睡觉 突然发生这样的事情 一定会吓到不行 那当时呢她也就觉得说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 这样子发生这样的事情 万一真的做出了什么遗憾的事情 谁来负责呢 那她就在网络上面爆料这件事情 而对此呢台中港酒店就表示了 造成消费者以及社会大众的不安 与关注在此至上最深的愜意 那么未来呢 也会确实要求相关的流程 以及训练到位 确保不会再发生类似事件 是这个事情其实听起来 我们都是女生嘛 如果我们自己在外面住 然后睡到半夜突然有一群陌生 而且还是陌生男子闯进来的话 自己心里一定都会有阴影的 没错而且还是合罪 重点是因为是柜台人员 帮他们就是开门的 所以这过程中呢一定是有一些疏失 导致成这样的状况 那希望就真的不要有再类似的事情发生了 是好接下来呢我们转换焦点 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2024年的总统大选 现在可以说是呈现了三角多的局势 没错 那我们现在呢就带大家来看到 我们ET Today民调云今天早上公布的最新民调 如果说现在就是选举的话 你要支持谁呢 是支持民进党的主席赖清德还是侯友宜 还是柯文哲呢 那今天早上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 赖清德的支持度现在来到了36.4个百分比 侯友宜稍微在后面一点点 他现在是27.7个百分比 那柯文哲呢 他现在则是23.1 那其实相较这样来看 侯友宜现在是落后赖清德8个百分点 但是呢根据我们上一次5月中旬 我们做的那份民调显示 其实只差半个月 他们三位候选人的支持度 其实都是有往上升的 跟上一次相比呢 这个赖清德的支持度 是上升了4.4个百分比 那侯友宜他其实是支持 上升了多了0.9个百分比 那柯文哲其实也有增加 他是增加了1.8个百分比 等于说他们三个人的支持度 其实都有去增加的 大家都在看他们最近的 请走基层啊 发表一些证件 大家对他们的证件 都会有这个相对应的 显示在这个民调的数据上面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带大家来看到 最近关于核能这个议题 赖清德跟侯友宜 他们两方对于这个 都有任何他们自己的看法 没有错 因为呢台湾将于2025年呢 核电厂是全面除疫 那么呢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 他在昨天的时候就表示了 他说呢核三厂 2025年就要到了运转年限 目前呢相关的单位 都有在计划 怎么样把已经停机的核能机组 维持未来紧急使用的情况 以备不时之需 如果两岸有任何这个事情发生的话 那怎么办 因为这个就是 为什么我们这几年来 过去没有做 那2016年开始 我们希望能够建立 能源自主的原因 那目前大概 核一核二核三厂 可能大家关心的是这个 这个议题 大概因为我们的法律规定 大概在核三厂在2025年 这个就要到这个运转的这个年限 在这种状况之下 目前相关单位有在规划 怎么样把这个 已经这个停机的这一个核能机组 维持一个 可以未来紧急使用的这种情况 以备不时之需 目前的规划是这个样子 赖清德这样子等于是松口了嘛 就说他们现在正在演绎说 如果发生紧急状况的话 他们可以开放 紧急使用这个 以停机的核能机组 那对于赖清德这个说法呢 侯友宜他在今天早上 就对此痛批了 他说民进党 你们这个非核家园的政见 根本就是跳票啦 我就一直说做不到嘛 真的就是做不到 那侯友宜他也明确表态了 他说核能就是我的选项 未来如果当选的话 他一定会妥善处理核废料 民进党说了2025 非核家园 我一直说 这是做不到的 真的是做不到 我们真的要去面对事实 做不到的话 就要不断地去反省 自己为什么当时会这样做 台湾面临的能源 最重要是不要切电 如果我当前总统 我可以清楚地给大家做一个报告 我一定会把核安 一定做法 我会要妥善地处理 核能就是我的选项 在多元配比里面的一种 我们会让多元能源的配比 能符合世界潮流 也能够让台湾不切电 而核友宜他在28日的时候 南下拜会了前立法院长黄金平 还有屏东县议长周典伦等 南部的大佬 被外界认为是拆解国民党主席 朱立伦的牛鬼蛇神说 那么对此核友宜没有正面回应 他就说感受到高雄 还有屏东人的热情 先前在总统人选征召过程中 传出朱立伦当面批评 鸿海创办人郭台铭 跟中南部的牛鬼蛇神为伍 国民党智库执行长柯志恩直言 为了拆解牛鬼蛇神说 帮核友宜牵线南下拜会 王金平周典论的南部大佬 核友宜在会晤周典论之后 被媒体问到 此行是否拆解了牛鬼蛇神炸弹呢 而核友宜对此表示 自己是南部的小孩子 所以跟南部所有的朋友 甘情两座会 他感受到高雄 屏东人所有人的热情 爱这块土地的精神 所以不分你我 也不分族群 大家都可以同心其力 都可以为这块土地更加努力 而核友宜他在28日出席 前立委苏清泉举办的 见面茶会的时候 他在致辞的时候 谈到了他的两岸政界 他提到国安议题 说台海稳定 区域和平一定要顾好 唯有国家安全 才能和平永续 这个方式就是用对话交流 而互相善意 平等 尊严的对待 后面才能够继续走下去 侯有仪至此时表示 我不懂政治 只知道好好做事 最重要的就是好好做事 不需要去说别人坏话 把事情做好 人家就会来支持 侯有仪强调 大家都是台湾人 但民进党却用抗中保台 亲中卖台的口号治国 他痛批不应该这样分 不应该说去交流 去做生意 就是亲中卖台 应该照两岸关系条例来 现在最重要的议题 就是台海稳定 区域平衡 唯有国家安全 才能够和平永续 要对话 要交流 互相善意 平等 尊严对待 这一定要顾好 后面才能够继续走下去 看完了民进党跟国民党 两位总统参选人 我们接下来看到 就是民众党主席 同时也是2024总统大选的 民众党参选人 柯文哲 他28号的时候 受访他就强调说 台湾当前仍然面对一个很头痛的问题 就是中国大陆 那对于两岸的看法呢 他说不要搞到明明就可以合作的时候 你却在对抗 同时他也说了 他说他自己的底线就是台湾自主 还说如果超过底线的话 我就跟你平了 台湾当前还是面对一个很头痛的问题 中国大陆 所以是这样 我觉得美国国务卿 布林肯讲的那一句话是非常有用 他说可以合作的时候合作 需要竞争的时候竞争 然后必须对抗的时候要对抗 但是我们也不要搞到说可以合作的时候也用对抗 所以这样 我倒觉得这种态度 你知道 我们有分层次 但是双方都把底线划清楚 我们的底线就是台湾自主 所以这也必须跟中国大陆表明说 不管怎么样 我可以决定我的生活 这是我的底线 你要超过这条线 那我也没有办法 就只好跟你拼了 没办法 所以是这样 在这个基础 我在台湾自主的情形下 我们追求两岸和平 我愿意跟你沟通 那我们来谈谈看 到底要怎么做 我愿意跟你沟通